醫院 從2010年開始 就是有系統在推智慧化醫療 基礎建設方面 我們不斷打入一些新的硬體跟軟體 還有建置一些新的環境 就是希望在自信化的過程 這個作業環境能夠更優善 我們也通過ISO 27001的一個自然認證 另外在臨床應用的部分 包括門診的報道系統 還有定義電子化 包括現在的口語的護理紀錄的登錄 這些都是在智慧化醫療裡面很重要 然後可以增加臨床工作效益的 臨床應用特別是這一次COVID-19的時候 在演技醫療這一塊 它其實提供很好的一個幫助 在醫師跟病人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面對面的時候 這一塊提供很有效的一些醫療的輔助 對一些或是病人的一些關懷照顧 在門診的部分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一些慢性病穩定的病人 他就不需要又坐車道頓到醫院 暴露在一個可能被感染的環境裡面 透過視訊診療 視訊診療 然後我們會排定時間 所以時間到了之後 在門診跟在病人端就會開啟視訊 導入了所謂的診間報道系統 診間報道系統就是病人來看門診的時候 他只要插卡 診間內的護理人員就知道他什麼時候報道了 那眼裡做的部分我們展示的是一個 凸滴轉3D的一個影像系統 那這一塊其實對於外科跟內科醫師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不在外科的部分 因為凸滴轉3D它就是一個立體的一個影像 所以醫師在開啟的過程 對於神經、血管、肌肉 甚至一些纖維組織的分辨就會很清楚 所以他在下刀的時候 他就會盡量不會去破壞到 不需要被破壞的器官 然後再解釋一下 他就在下刀的時候 他就能當中,他就是做了 然後再解釋一下 我們的小課